老师我想请教 这是三立委托趋势民调 6月4号样本有1100份 式化的部分 跟手机各有550份所进行的民调 首先来看萨喀都 当蔡柯涵的时候 蔡英文23.2 韩国语29.3 柯文者27.4 接下来我们看是 赖柯涵的时候 赖19.9 柯文者29.0 韩国语29.2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非常关键性的数字当中 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吗 接下来看交叉分析的部分 那杨老师看出什么 其实我用有 我现在只写了一个手版 我还有另外一个手版 我等一下用口头来说 因为我们还来不及写出来 第一个手版是用政党 第二个手版是用年龄 第一个手版很简单的 蔡寒科跟蔡赖寒科 蔡寒科跟赖寒科 那第一排是总数 蔡拿23.2 韩拿29.3 柯拿27.5 可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民进党的支持者 蔡英文拿了64.9 65不到 韩国语等于没有 1.1 柯文哲拿了民进党25.3 在蔡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拿25.3的票 如果相对于赖清德 赖清德总数只有19.9 柯文哲却有29 中间差了18 中间你知道关键在哪里 就在于赖清德 民进党的票 总共只有82%的人表态 有18的人不表态了 所以你会发觉民进党 如果单看民进党 赖清德只拿了52% 蔡英文拿64% 单看民进党 赖清德就输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赖清德恐怕自己要 先思考一下 这是第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柯在赖清德参选的时候 拿的比蔡英文参选的时候 拿的民进党更多的三八 蔡英文跟柯对阵 跟韩对称 柯可以拿25.3 可是柯文哲在跟赖清德 跟韩国瑜对阵的时候 他可以拿28.7 换句话说 他可以多拿3.4% 民进党的票 换句话说 柯跟赖重叠性较高 也就是柯出来选 对付的是赖的时候 他吸收民进党的票 也就是吸收赖清德支持者的票 比蔡英文还要多 如果你看国民党的话 你就会发觉 其实柯文哲 第二个很清楚的 拿国民党来看 国民党 柯文哲拿的就比例 就比民进党少很多了 柯文哲拿国民党 只拿15% 在跟蔡英文比的时候 跟赖清德比的时候 他只拿13% 换句话说 当柯文哲在萨喀都里面 可以拿到民进党 25到28%的时候 他拿国民党 只能拿15到13% 差了一倍之多 所以柯文哲参选 对民进党的伤害 从这个民调上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几乎吸收浅绿的票 是吸收浅蓝的票的一倍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 你会发觉 不管是蔡赖柯 萨喀都 还在赖韩科 萨喀都 都要输到6% 甚至于10%之多 输给国民党 因为韩国瑜 大概都维持在29 在这种声势下 当然柯文哲参选与否 这个对于蔡英文跟赖清德来讲 都是一个大威胁 另外一方面 我拿时代力量 这个所谓第三势力 做标准 也可以看出来 蔡英文跟赖清德 是有很大的差别 蔡英文拿时代力量 拿35 韩国瑜几乎没有 3% 柯文哲拿了55.6% 时代力量 拿了一半以上 55.6% 大概60%对30% 大概是这种状况 你如果相比于赖清德 更可怕 赖清德只拿了 时代力量17% 居然拿了 跟赖清德比 他可以拿三分之二的票 柯文哲 67.4% 换句话 多了50%之多 哇 换句话说 时代力量 一半以上 如果碰到赖清德 三分之二的 挑到柯文哲那里去 这就可以见 为什么柯文哲 在萨卡都 可以跟韩国瑜 对杠 都是29对29 29对27 29对28 的原因在于 他瓜分了 民进党三分之一的票 瓜分了三分之二 其他绿的票 第三势力绿的票 从浅绿一直到 到所谓的第三势力的绿 全部被柯文哲吸走 所以民进党对韩国瑜 就变成没有竞争力 就输到大概7%到10%左右的距离 然后最重要的是 也就是年龄来看 这个年龄来看更重要 年龄来看 我大概稍微写了一下 因为我用手写 写的不清楚 我稍微念一下 是 20对39岁 这20岁的年龄 也就最年轻的三分之一 我用年轻者的三分之一 做比率 我算得很清楚 蔡英文大概 可以拿到年轻人的20% 20岁到39 也就是这20个年 20到39 大概都 大概就20%左右的票 20% OK 可是如果是柯文哲的话 他拿了47%将近一半 这两个比率加在一起 将近47%归给柯文哲 就将近50%的票 柯文哲可以把 20岁到4岁的人 拿一半的票走 是 压倒性的胜利 压倒性的胜利 20到39 对 韩国瑜 韩国瑜也只能拿18%的票 对 OK 韩国瑜在年轻 20到19岁 20岁到30岁 30岁到39岁 平均 我用把这两个平均 对 11.1加25.1除以2 大概就拿18%左右 OK 他这个部分反而表现 这部分韩国瑜也没有 他输给蔡英文 其实也输了 也跟蔡英文差不多 一个18% 一个20% 差不多 那没有的比 可是就可见 柯文哲在年轻人 大概占了 拿了一半的比例 也就是这一个选民 三分之一的族群的选民 大概可以占到500万的选民里面 他就拿了三分之一了 光这个他拿了两百万多票 赖清德更惨 赖清德年轻票 连10%都拿不到 赖清德更惨 赖清德更惨 赖清德的年轻票 好 这是 这是撒大中的赖清德 赖清德的年轻票 20岁到39岁 OK 哇 20岁的部分 6.8 6.8 接下来 10.3 加在一起 16%就平均8%左右 对OK 平均大概8%左右 就是20岁到39岁 OK 他总共换句话做到他连10%都拿不到 这个时候的20岁 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却拿了64.4 30到39 他也总共也超过半数拿了54% 对 总共加起来54% 20到29岁柯文哲有64.4 对 30到39 柯文哲依然是第一名 44.7 大幅领先的 除起来的话 大概平均起来 他拿了54% OK 两个年龄成平均 对 他就拿了54% 各位想想看 赖清德只拿8% 柯文哲拿54% 所以在这500万的选民 是 也就在年轻选民 柯文哲南瓜了一半以上的选民 韩国瑜还是一样 就是18 28 对 15.1跟24.3 所以韩国瑜大概只有年轻人 所以你会发觉 凯道的聚会 年轻人比例很少 这个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嗯 柯文哲吸收了绝大多数年轻人 所以最后简单的讲 柯文哲有竞争力 或者沙喀都上 从这个民调上来看 第一 蔡赖相争 柯绅士越来越高 沙喀都 民进党永远第三名 在蔡赖相争的情况之下 原来 沙喀都还能够三个人平起平坐 大概相差 本来是三足鼎立的 三足鼎立 上下不到3% 然后内战 柯文哲有的时候 第三名 有的时候第二名 大部分时间是第三名 是 蔡赖相争之前 柯文哲有的时候是第三名 可是蔡赖相争这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 民进党的声势一路往下掉 尤其年轻人的声势 一路往下掉 掉到现在 很明确的 柯汗平行 蔡赖 全部都输到 大概8% 10%左右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现象 也就是民进党的初选 要尽快结束 要定于一尊 要能够继续吸引年轻的血票 提出吸引年轻血票的政策 跟做法 否则的话 这沙喀都选举对民进党非常不利 第二点 沙喀都的选战 沙喀都的选战 韩国瑜从这个民调上来看 他已经掉到30%以下了 沙喀都选票 韩国瑜再多次的民调 大概都可以稳坐31 233 大概都有30%以上 可是今天这个三立的民调 韩国瑜声势越弱越弱 弱了一些 又弱了 又弱了一些 大概只有29.3 29.2 好像首度破三 破三了 换句话说 破四 今天破三 所以他缓降 这个证实苹果的民调 是 苹果的民调在前天做的 对 苹果的民调的标题也是想 也是讲韩国瑜的民调 缓降2%左右 跟这个民调很有点类似 是 那至于说 他缓降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最近的B案还是如何 可是我认为 这一个韩国瑜自己要顶替 也就是 他已经指降不升了 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差不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看民调 他从30出头 一路缓降到现在 已经越过不到三成 换句话说 他要不然就是被民进党拉上来 要不然就是被柯文哲赶上 已经他不是一枝独秀在三嘎都上面 这一点对国民党来讲 恐怕也是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初选 这个我很难解读 因为国民党的初选跟民进党差别很大 因为国民党的初选基本上没有 没有就是说 基本上韩粉的力量还是一枝独秀 其他人的声势一直没有起来 可是韩国瑜在三嘎都对外的占竞争力上 却缓降 在内部的竞争力 他一直没有输给郭台铭 没有输给王金明 没有输给朱立伦 可他对外来讲 可他却没有遥遥领先 这个对国民来讲 也是一个警讯 这从今天迷路看得出来 韩国瑜恐怕也要思考一下 他最近的表现